台北市大同区日前在大白天上演街头枪击案 造成威政集团前董事长及司机重担 歹徒等于公然的挑战警方的公权力 台北市警局就成立了为期10天的进程扫黑专案 针对黑帮组织相关的据点进行查契 执行首日查契各式枪械、毒品、榨漆、窃盗等案件 市警局将持续的溯源刨根 要让破坏治安的黑帮付出惨痛代价 中山分局长陈静诚一声令下 原警们各个诊庄待发前往目的地进行查契 第一站就来到日前发生枪击案的天龙三温暖 在警察局长李希和及陈青城分局长带领下进行领检 我们星人大队以及大东分局组成专案小组 对于并启动我们本局的数位科技战员中心 对于这一件的枪击案的犯罪的动机原因 以及幕后的共患来强力的来受人侦办 穿着清凉脚踩高跟鞋的酒店公关排排站 准备接受警方盘查为期十天的进城扫黑专案 针对黑帮组织相关据点进行查契 执行首日查获各式枪械 毒品案扎漆窃盗案等 还抓了九名通缉犯 可说成效卓著 黑帮大白天公然在台北街头开枪 可说是挑战警方公权力 警方也誓言持续溯源刨根 要让破坏治安的黑帮付出惨痛代价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导 屋在台北市北投区的浩然进老院 由于耐震度不足加上被判定为海沙屋 补强效果有限 因此北市府也决定要耗资20.8亿元原地的拆除重建 全新的院区规划地下两层 地上九层的住宿市机构 不只是符合了绿建筑的标章 还纳入了多功能的活动中心 地下的汽机车停车场作为牧林的设施 预计在117年就会完工 台北市长蒋万安带领市府团队成员 地方明代 士绅共同上香祈福 祈求浩然进老院重建工程 能如期如值顺利完工 我们市府团队用实际的行动 展现对于台北市需要被照顾的长者 提供优质的照顾这样的决心和重视 重建工程委托捷运工程局代为办理 将规划地下两层 地上九层的住宿型机构 设有安养型175床 养护型225床 不只符合绿建筑标章 还纳入多功能活动中心 地下汽机车停车场作为木林设施 它分成安养洞跟养护洞 其实它是一大洞 它分成两个部分 我们一楼是门枕空间跟社团空间 还有开放给社区使用的多功能的活动空间 我们二楼到九楼是配置安养房跟养护房 总共有400床 是非常大 浩然进老院是台北市唯一兼具安养和养护 双重功能的老人福利机构 北市府用行动展现照顾长者的关心和决心 期待未来重建完成后 可以提供更优质的照顾服务 确保长者的居住安全 记者游祥婷 台北采访不到 台北市社会局浩然进老院风光地 举办重建工程的动土典礼 但其实执行的过程是相当的不容易 花了四年的时间做准备 光是要说服老人家搬迁 就必须花很多的时间沟通 加上广池中继据点的空间 不比管渡院区 原本独居的老人家 可能要挤双人房或是四人房 也要花不少的时间来适应 至于搬迁的过程更是浩大工程 行动不便的长辈还得出动 专门的游览车来运送 对院方来说真的是相当大的挑战 浩然进老院风光举办重建工程 动土典礼 住民们无不期待四年后可以搬回新大楼居住 但其实整个计划执行起来相当不容易 整趟搬家过程历时四年准备 身体还算健康的长辈 已经先行入住位在广池不外园区的中继据点 但行动不便的老人家 则必须由工作人员一对一连同轮椅一起送上游览车 这边的长辈很多都是不良旅行 所以因此我们那时候才分成两天的时间来做搬迁 浩然进老院民国75年正式成立 主体建筑物经过多年使用已经老旧不堪 由于耐震度不足 加上又被判定为海沙屋 补强效果有限 为了维护住民与工作人员的安全 北市府决定拆除重建 但400位住民要搬家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一个你必须说鼓长辈 我们为什么要搬迁 因为很多的长辈是觉得在那住久 他就是不想搬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不断不断的说明 我们因为健康不安全 所以我们必须先选择做搬迁 这边尤其是安养区 大部分都是四人床 那么四人床跟原来他们在 关渡那边的一人床是不一样 所以当然长辈会很不适应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 也都是提前一年两年就跟他讲 我们家里那边房间的规格是怎样 请这个长辈要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尤其今年四月 最后一批住民准备搬家时 刚好碰上零四零三全台大地震 院长同富泉担心 本来就不耐震的建筑物 可能会造成坍塌意外 让整个搬迁计划功亏一篑 幸好老天眷顾 最后所有人都平安进驻 广辞中继据点 现在终于可以稍微喘口气 也期待四年后崭新的大楼完工 能重新提供弱势长辈 更舒适安全的养老环境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不到 毕业季不少职场新鲜人 开始找工作 但对于颜面损伤的朋友来说 求职实在是不容易 有半数的颜面损伤商商友 遇到不友善的面试经验 为了帮助他们顺利的投入职场 阳光基金会以及餐饮集团就合作 在全台354家的门市 提供了工作实习的机会 让商友们也有机会一展长才 大方分享童年经验 个性活泼的丽颜 一出生鼻子以下就出现 大面积的红色血管流 从求学到就业 遭遇许多异样眼光 明明工作能力不比人差 却因为外表受到差别待遇 我们的外表不能够去证明 或者是本同于我们的能力 其实我是可以自己完成独立的作业 也可以跟别人有同样的工作能力 跟工作态度在于工作上 非常的期待有更多的企业 能够加入职场脸部平权服务计划 能够让我们的严损烧香朋友 在面试的时候 不再为了他们的外貌 所带来的这个刻板印象 这个歧视而受到限制 同事出于同情主动帮忙 却让严损商友内心大受打击 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同理心而非同情 为了帮助商友顺利求职 阳光基金会和餐饮集团合作 提供工作实习机会 在全台354家门市 推动职场脸部平权服务计划 商友们一定都非常有才华 也很有工作的潜力 那只是缺少一个工作的机会 那希望对这个机会 能够让他们在职场上花光花热 优有负责消费的时候 你也可以有这个机会 能够帮助一下社会上其他的人 餐饮集团支持多元共融职场 只要使用优有卡付款 单笔满150元就有门市优惠 优有卡公司还主动捐5元 给阳光基金会 帮助更多商友重回社会 找到生活目标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2024台北国际夏季旅展 继海峡两岸台北夏季旅展 在暑假登场 交通部航港局就结合了 澎湖县政府打造 来去跳岛台湾嗨的主题馆 与多家的航运业者 共同推出蓝色公路 离岛的游程 希望让更多的民众爱上海岛 欣赏台湾离岛之美 带着背包甚至牵着自己的自行车 买张船票就可以搭乘轮船 享受台湾四周海岛的魅力 出家到来 交通部航港局与多家航运业者 共同打造蓝色公路 丰富游程 海岛的旅游 尤其是现在夏季 非常的盛行 那我们就像刚刚讲的澎湖轮 它事实上已经有 一个航式已经都完售了 为了推广台湾的海洋魅力 2024台北国际夏季旅展 即海峡两岸台北夏季旅展 交通部航港局 结合澎湖县政府 把展场打造成为澎湖轮 推出来去跳岛台湾海主题馆 就大家好好放松玩一下 航空器有些座位并不是那么的充裕 所以大家都会许多用到我们的船舶 来做这个运用跟旅游 那很多的航商都会给予很多的优惠 来去跳岛台湾海主题馆 今年结合多家航运业者 纷纷祭出优惠来拼买器 只要购买船票满500元 就可以参加抽知名家电等大奖 希望民众都能够趁着暑假 探访蓝色公路新世界 九条华厂报道 接下来请看生活看板 关心近期重大活动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